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说到这个车型的时候 也就好好聊聊这些年的变化 说到五年前那时候城市SUV更多还是来自于日系的三驾马车 当时的本田丰田日产的车型 在中国来说可是横行霸道 因为当时的价格来讲也是普遍出现个加价的状态 到如今来讲博越在那个时代推出的时候 已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其实在当时来讲国内很多车企也是不断地想去做一颗城市SUV 更多的车型采用的是在过去的轿车底盘基础上 开始打到自己的城市SUV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车 外观特别别扭的就有点像短腿科技一样的设计 其实那个时候更多还是没有办法 但是极力推出博越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它那个时候做车的时候 就已经采用前麦夫逊后独连杆的模式 来打到它的城市化SUV了 所以在那个时来讲 不管是外观还是它的细节内饰 动力方面匹配已经足够的稳定了 所以说博越到现在来讲 可以说在口碑方面 各方面可以说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每个用过它的车都对它是称赞不已 所以说正在中的年变化 也看得出来博越的车系并没有更多的泛滥 没有过多的衍生 一直坚持着就是博越这款车的到现在为君 这次的大的改款 就是更多在外观上 动力体系上 以及整个新架结构 包括智能化方面多了很多的优化和升级 所以我们都要看这款车的时候 很多地方看到很多新移民的地方 当然这个车的外观变化 还等等其他 我们还要看到底还有哪个地方打动我们 其实博越这个车的出现 已经帮我们带领了吉利的3.0时代 3.0时代的时候的三号学生 往这一支3.0时代的时候 主动安全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势 在国内来讲很多车企 包括全球来讲 那时候主动安全并没有拿出一个课题去讲 这因为吉利提出了主动安全的这种存在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讲 很多车企开始慢慢的 注意注重了这种主动安全 到今天一直 它的L2将会更成熟 也就是说吉利开起来以后 它的主动安全配备 是非常是具有人性化的 没有开起来以后那种介入的那种顿挫感 因为政治这么多年迭代 这种安全的方面的注重 所以说又照我们开起来以后 虽然有主动安全方面的东西 我们开起来并不别扭 并不难受 这点非常关键的 所以说正因为这种主动安全的 从过去的变化 以及整个车的正能化来升级 车在驾驶过程中 也感到出来一个动力的优化 其实说到这款车的匹配 来讲这么多年 说心里话 真的是很难得的口碑的爆棚 所以说它也是吉利的很经典的代表 所以我们大家选车的时候 各方面也要注意 该选什么车 我们BWX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其实还非常建议大家去 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型的 OK 我们先说一下这车的内饰 其实我觉得吉利亚族做车 是越来越来越有它自己特有的代表性 主要我看的最直观的就是它 这个两个属手的设计 其实很多车这块是没有这个状态的 这个属手是非常值得我去选择的一个 打动我的地方 在你开车的时候 尤其在拐弯啊 比较辛苦的时候 它会有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同时呢 它这个抓力的有的时候 你会不管是上下车 还是做其他都很好的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并且它是特别像腾椅的设计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坐下来以后 手搭到这儿 特别像坐在腾椅上 那个舒服的支撑 非常舒服的 这点非常有意思 并且它这种错位的设计 不像过去 只是对撤 它这种非对称式的设计 这块可以放手机 非常实用和方便 这块可以放卡片 随时可以取到 比那种伸手区别的地方要好很多 这块是个无线充电 是个应急用的 无线充电 可以放在打雾什么的 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 当我们看的时候 它虽然是有这种支撑 但是这个空间还是留出来了 这块是个被拖 可以放在小 钥匙 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上 当推上之后 就变成平的 非常方便 副属箱 它副属箱没有 没有采用那种 按钮的状态 用的时候直接 有很不错的阻尼 过来 包括按钮这块 也是吉利特有的 现在这按钮 上拨下拨的那种状态 这块是一个 金属的 一个拉丝设计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毕竟它的整个 智能化大屏 也是反应非常灵敏的 我们可以直接试一下 直接按了就会启动 它可以导航啊 什么能量其他都可以随时切换 这点还非常方便 我觉得从空间方面讲的话 它整个这块的空间 还是非常不错 所以我觉得前排来讲的话 是一个细节注重一切的 就是它在人体工程上 我们设计方面 这非常不错 画盘的设计 非常的有它自己的 一个独到的点长 这点是比很多车 只注重功能 但是合理性又差 但吉利博越这个可能性 它做得很好 就是说你开始过程中 采用操控车机 按键的时候 它非常的舒服 比例也非常好 这点是非常重要 我现在试驾的车 是在一个 相对复杂的路况 现在我们是 在城市的 这种比较多红绿灯的地方 一会儿我们要去走高架 去感受一下这个车 在拥堵路面 还是在这个 高架的快速路的表现 到底如何 现在我们走上来高架 其实在 现在的城市路来讲 高架路也涨 也是这样会面临的 就是 一样走不开时 凶堵的问题 其实现在 整个高架路 像我们过去的认知来讲 高架路基本上 是个城市快车道 但实际上现在来讲 就是整个高架路的速度来讲 也没有你想象的会快很多 当然是 少了喉灵灯的影响 它会还好 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段 也是下午的三点左右 因为这个时间段 也是属于 还不到车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高架上 速度还保持在 线速90 我们现在是85左右 来去行驶 其实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这个车在高架路上 我觉得 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高架路 同样你也保证两个问题 一是车的 有不错的 速度感 就是说我在速度感什么呢 就是我不会用很费劲的 或者我不会特别拢着去开这个车 轻轻的就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速度 就是说我能通过我的轻松的一点油门 我就控制好车速在85左右 还有就是在高架路上 面临的问题就是 灵活性 运动性 所以这个车在 灵动性表现还是 非常好的 因为它合理在路上 轻松的去超车 并在线 或者躲避一些障碍 什么的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开车的时候 你就很好的灵动性 开起来就没那么累了 因为尤其在跟车 是吧 并线的时候 灵动性就很重要 所以博越X 这个车 虽然做一个 轻松机SUV的一个代表 但是它的灵动性 这么多年的灵动性 还是表现很好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点 这个车的NVH降噪效果 做得非常的棒 当然我们说到NVH降噪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 一个车 是不是多加一些海绵 就可以解决了 其实我们觉得 第一次同时 我们要考虑几个事 第一次 它的发动机的平顺性 是否足够做得更不好 另一方面 实际上就是 这个车整体做得好不好 因为我们在 整个开车工程中 尤其过去 我们开一个 要老一点的车 或者说 做工没那么精细的车型的时候 基本上 在一路上 都会听到车 赶着赶着响着响 尤其轮载踩灶 轴扯的磨合 过程中 产生那种呜呜的声音 以及 我们在这种高压路上 旁边的反射出来的声音 就是我们在 离着如果这种 隔离带比较近的情况下 它有很明显的反射声音的 这种反射声音 回到车里以后 也会增加车的噪音 所以这个车 因为整体性比较好 整车的发动机运行 是非常平稳的 所以我们在车内 几乎听不到 很明显的 有这种外界的一些 干扰的声音 这个舒服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很舒服的 是有一点轻轻的 这个胎噪的声音 是非常舒服的 并且整车是感觉出来 是一个 没有那种干扰的那种状态 就是它的动力 匹配 以及我们需要 释放能量的时候 它能很好的 给我们解决 我们现在需要的问题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多数情况下 开车 当我们需要 它的动力的时候 发动机的 当稍微有点 厚明的时候 它也还能保证 一个那种 车带来的那种制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X6的车 在开的过程中的时候 感觉是确实有点 开起来像一个 你如果我是不告诉你 开的什么车的时候 你会感觉是开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 最常是中级以上的豪车的感觉 豪华车的感觉